先坐吧 先坐吧 宣战介绍一下自个吧 好吧 我叫范玉伟 现在是一名话剧演员 当时为什么想当一名话剧演员呢 因为从小就比较喜欢吧 然后家里人也都是干这个的 家里人都是话剧演员 平时在家里也演的 不是 就是我妈是京剧演员 那你怎么没想当一个戏剧演员呢 选择了话剧呢 我嫂子不好吧 可能 什么时候唱过 那您父亲是从事哪个局种 我父亲是那个 没有这个行业 不在这个行业 我还以为全家都是 你觉得话剧哪点就最吸引你了 舞台上的感觉吧 我觉得也是一种自我肯定的 一种虚荣心吧 可能 谁知道呢 你干这行业吃到恒利了吗 他之前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算通告王 他在里面挺火的 演过很多戏 是吗 挺火的了 在行业里面 对对对 那就是在咱们这行业里面怎么就是火 因为我们作为圈外 我没听说过 就是从收入上判断的 我们就是查了一下 小范演过那个偶剧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叫偶剧啊 具体 就是操偶嘛 就是人在偶的后面 用偶去表现一些情绪 有台词吗 对 有些有台词 就是你说 然后沐偶是动嘴 这种的 对 因为那个是在国外也蛮厉害的 拿过奖 在国外拿过奖 对 什么奖 你们介绍一下 就是一些吸取类的奖 就网上可以查得到 不太好说是吧 最好 我忘了 拿奖的拿的都忘了 确实也是这个好演员 偶剧是喜剧吗 有些是 你看小范呢 是一名话剧演员 平时也演过不少喜剧 还演过偶剧 还演过一首偶剧里的喜剧 那现在我想问问你 就是一顿饭要花多少钱现在 大概是一个什么生活水平 或者说一天吃几顿 这很难回答吗 比较随性吧 那也没有具体做统计嘛 因为这个行业其实还是比较自由的 它不是一个比较有规律的一个工作 那最近有细节吗 考虑到市场的这个接受度和陈述度的问题 所以现在可能大部分演员他们所接触的行业 可能不像原来有像话剧那么垂直 它可能会偏向一些比如说密室啊 儿童剧之类的 就是可能会多元化一点 但是它可能那个 从戏的本身角度来讲 就可能没有那么垂直 是像他说的这样吗 嗯 他的 那你觉得就是你平时在演出的时候观众看的怎么 就还是那句话嘛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汉姆雷特嘛 或者说他们哪怕不理解 就是你也你在意嘛 还好在台上就不要那么在意 他不在意是吧 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第四勉强的问题 这可能是双方对于这个剧的理解的一种不同呈现方式 怎么是困难 没有 没有所有收入 我听说啊 说小饭会写歌 对 是吧 平时还有写歌的爱好 这个有收入吗 还行 偶尔有点 很好奇啊 因为看不出小饭这个多才多艺嘛 书月 是吧 比较全面 能不能把你的那个作品给我们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 他其实在网易云音乐那个平台上面有他自己的账号 他平常写的一些都会发在那个 收费的 有的收费有的没有收费 对 也是因为他自己喜欢这个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没事 你坐着就行 坐着就行 随便你展示 读住你的嘴 老子问你到底美不美 你心里有鬼还来到底评都对 差不多吧 这个就有人给钱啊 不是 他那个是嘻哈 就是你先单听他的干唱可能就没有 嘻哈 嘻哈 对 Hip Hop 对 嗯 我们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这是我们给小范颁了个奖 叫风华正茂优秀演员奖 拿着吧 还有那个呢 这个希望我们的温度能够传达到你那里 希望你温暖常在好吧 好 这个问哪儿吧 好 我要回